大家好,我是小林 小林有看到不少留言说 台湾看上去很破旧 甚至不如大陆的四五线城市 这样的观念 其实在绝大多数大陆人心中早已根深蒂固 在有些论坛上 台湾似乎就是贫穷落后破旧的代名词 其实吧,人无完人 每个人观察事物的角度不同 思考方式不同 所产生的观点和看法不同 小林是完全能够理解的 毕竟人类的进步是需要思想的碰撞的 但是在大陆对台湾的宣传 和各大平台的舆论引导 全部都倒向一边的时候 小林我就觉得这里面有点意思了 俗话说三人行必有我失 三个人走在一起 相互之间都有不同的观点和长短 14亿人的看法都出奇的一致 在小林看来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包括俄乌事件 咱们的舆论也是一边倒的站在了俄罗斯这边 不管是台湾也好 也或是俄乌事件也罢 我相信有些大陆朋友可能是真的不知情 大家怎么说我也怎么说 一起盲目从众就是了 有些人可能是知道的多一些 但是出于某种原因 或者说是畏惧某些东西不敢说 甚至是为了讨好某些势力 迎合大众说一些违心的话 毕竟有些不爱听的真话 说出来会颠覆很多人的认知 天天被骂肯定也是家常便饭了 不过小林不怕 我相信时间会证明一切的 小粉红放马过来吧 很多小粉红说台湾落后贫穷 但是你知道吗 就是这样看上去很破旧的台湾 每年都有很多大陆人 想方设法的来到这里上学工作 拿身份证定居 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咱们作为一个普通人 来台湾就是为了赚钱养家 保安服务员一个月的工资就能拿到1万多 甚至更高 在大陆的话可能这个工资只有三分之一左右 而且台湾的食品安全非常让人放心 只要是入口的东西监管都是非常严格的 尤其是学校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影片 一名小学的料理师傅待不下去了 就是因为太严格了 学校对食品的安全新鲜采购 以及油炸来食品的要求 油也是每天更换的 相反在大陆某些学校的食堂 一般都是由校长的关系护承包了 经常爆出丑闻 比如学生吃了拉肚子 使用发霉的食物等等 这些可不是小林乱所有 这些都是大陆的媒体报道出来的 所以希望小粉红们不要瞎台干了 而且台湾的人都有信仰 不管是餐厅还是外面的小吃摊贩 他们都会做到以人为本 良心和责任性 我听台湾的朋友告诉我 他曾经在一家便利店打工 老板老板娘每天都忙忙碌碌 但是肚子饿了都是吃自家的饭菜 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做的就是最好的 包括厨余回收垃圾分类 对顾客都做到以成相待 可能会有人质疑了 每个政府都说自己会严查食品安全 但是台湾当局有没有真的将这个事情弄到实处呢 小林对此想说出自己的看法 首先哈台湾当局对待这个事情的正式态度 我们肯定是不得而知的 但是我们可以去简单分析一下嘛 台湾目前的健保体系可以说是非常完善了 一般的台湾人看病基本上只需要付一个挂号费就行了 其他的费用都是由政府承担 那么试问如果台湾政府放任食品安全不管 对于食品安全所带来的后果谁来承担呢 到头来还是会增加健保的财政压力 说不定还未引起民众的抗议呢 这又是何必呢 所以不管台湾当局的内心真实想法如何 严查食品安全几乎都算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另外持有台湾的护照的话是可以免签170多个国家的 出国也是很方便 但是话又说回来 大家知道台湾为什么看上去很破旧吗 他们只是钱没有太多的用来装饰门面 而是用在了不断的改善住房 医疗教育等其他福利上面去了 比如在台湾生小孩都是有奖励的 就拿台湾新北市举例 生第一胎和第二胎都是奖励2万台币 如果生第三胎的话 那就会奖励2万5千台币 折合人民币5700元左右 往后每个月还会发2500元台币的来分钱 到小孩三岁 三岁上幼稚园之后 就是每个学期补助3500元人民币左右 直到幼稚园毕业 如果说有保姆的话 还会给保姆费呢 并且在台湾生孩子的话 基本上就只有一个挂号费 当然除了私立医院 不知道有没有其他费用 挂号费一般是不会超过30元人民币的 在台湾生孩子 不但其他地方不用花钱 政府还会给你钱 每一个现实是不一样的 有些现实是1万5 有的是1万 有的是2万 这个算是生育补助 在登记户口的时候就会给你 这个生育补助 在生第二胎第三胎的时候 都是可以领取的 而且还会越来越多 所以在台湾这边生孩子的话 不但不会花钱 还可以领钱呢 小林想问 如此的福利待遇 真的算是贫穷落后的象征吗 在台湾还有一个现象 可能很多没有去过台湾的大陆朋友 不知道 小林在台湾的时候 有留意到很多的服务岗位都是一些年轻的小哥哥 小姐姐 像服务员呀 收银员这些 相反在大陆的话 这些岗位的年龄段普遍偏高 很多都是45岁 甚至50岁以上的人员 从事这些岗位 其中的原因 小林分析了一下 首先在大陆 虽然大家都说工作只有分工不同 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但是这也只是在嘴上说说罢了 很多人打心里都是看不起服务岗位的 小林经常在大陆的新闻上看到一些顾客过分的刁烂服务人员 引起了不必要的冲突 他们认为自己是顾客 就是上帝 你作为服务人员就必须像伺候皇帝一样伺候我 而且就算我故意刁烂你 你也得忍着 所以在大陆很多年轻人一般是受不了这个气的 而且年轻人很多时候也没有家庭的担子 所以也没必要受这个气 反而到了中年 经历了很多社会的毒打以后 加上家庭的担子 很多人便被社会磨平了棱角 即便服务行业地位不高 但他至少稳定 也会选择去做 还有一个原因则是薪资待遇问题 就拿服务员收银员为例 大陆和台湾薪资差距至少在三倍以上 在大陆扣除无限一斤 工资大概在3000的占了绝大多数 有些还只有2800元左右 这个工资说实话 在稍微大一点的城市连租房都不够吧 再说回到台湾 在台湾小林真正的看到了工作只有分工不同 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不论是服务人员还是顾客 大家都能够做到亲和礼貌的对待彼此 就像小林之前讲过 自己在台湾遇到过一个希望阿姨 阿姨身价千万却依旧从事着大陆的很多人觉得丢脸的希望工 这一点也能说明 而且在台湾很多基本的服务行业工资也是不低的 所以在任何一个行业都能得到大家的尊重和认可 至于大家怎么选择也全凭自己的喜好啦 有小伙伴可能要问了 小林说这么多也没看出来台湾哪里不落后了呀 其实小林想表达的核心大概有两点 落后与否主要是看经济和文化 从经济来看 台湾的整体社会福利待遇甚至还高于某些发达国家 并且从继承人民的收入来看 台湾至少相对于大陆而言 普通老百姓可支配的收入是高很多的 再说到精神文化的层面 在大陆如果说服务员清洁工是社会的最底层的话 那么公务员则是天花板了 说到底在大陆很多人从心里就根本没有提出阶级思想 在内心还是把所有人划除了369等 小林想反问一句 这样的思想是落后的吗 如果不是落后的 那孙中山先生革命和思想解放又是为了什么呢 好了 我是小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点击订阅哦 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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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